1983年2月9日 英国伦敦警方逮捕了一名炼尸屁连环杀人狂 凶手是一名同性炼 他通常先把被害人诱骗到家中 将其灌醉 或者在被害人睡着以后 用领带、电线将其勒死 如果被害人还没有死去 凶手再把受害人的头按在水里 让他们窒息而往 然后脱掉尸体身上的衣服 对着尸体手淫 有时候还会和尸体一起听音乐 看电视、聊天 或者一起洗澡 之后 松手将尸体放置在地板下 或者储柜中 过一段时间 再取出来清洗把玩 直到尸体腐烂、变质 散发出阵阵的恶臭 他才将尸体肢解 或烹饪后遗弃 从1978年至1983年间 至少有15人惨遭松手屠杀 这名被称为世界连环杀人狂的练尸恶魔 就是丹尼斯·安德鲁·尼尔森 丹尔森出生于1945年11月23日 苏格兰的菲拉瑟堡 父亲是一个时常夜不归宿的酒鬼 与母亲之间经常爆发冲突 父母的婚姻持续了七年后 即宣告离婚 此后 尼尔森跟着母亲搬到外祖妇家生活 尼尔森很喜欢他的外祖妇 但在尼尔森六岁的时候 外祖妇就去世了 母亲没有预先告诉他 当尼尔森看到外祖妇的尸体那一刹那 一种可怕的感觉蔓延到他的全身 尼尔森八岁的时候 差点淹死在海里 幸好被沙烫上一个玩耍的大哥哥救了起来 那个大哥哥脱掉了尼尔森的衣服 并且对着他进行手营 尼尔森醒来后 发现自己肚子上有白色的粘稠物质 两年后 母亲再婚 从此尼尔森变得更加孤独和冷落 之后母亲又生了四个孩子 因此对尼尔森又无暇顾忌 1961年 尼尔森应征入伍 在军队里 作为移民厨师 他学到了正规的兔才技巧 尼尔森有着很强烈的孤独感 他总是借助酒精来试图逃避 在自己的单人间里 尼尔森经常面对镜子 尽量不让自己的脸映射到镜子上 然后他假装失去知觉 再想象自己扮演另外一个角色 对着失去知觉的他进行手营 福尼奇的最后几个月 尼尔森遇到一个人 两人关系很友好 尼尔森认为自己坠入爱河了 开始追求对方 但对方并不是同性脸 为了躲避尼尔森的追求 就编造了一个谎言 说他在回家的时候 意外身亡了 这对尼尔森的打击非常大 1972年 尼尔森参加了警察培训 当他在太平间里看到尸体的时候 没有任何恐惧 相反 他对尸体非常着迷 不过尼尔森最后还是没能成为一名警察 随后尼尔森便陷入了搭便车死的感情问题 由于尼尔森所交往的人都是短暂的 却停留在表面关系 无法排遣内心的孤独 他希望找到一个能够维持长久关系的感情 此时他的禁止情节也越来越严重 他认为自己的第二个角色是一具尸体 为了让效果更逼真 他甚至还会化妆 涂上假血 让第二个角色看上去更像是被谋杀的一样 他幻想着有人带着尸体去焚烧 或者与尸体发生亲密的关系 直到1975年 尼尔森找到了一个男朋友 和他一起搬到了伦敦美尔罗斯 他们的新居是一套在花园的单身公寓 但好景不长 两年后 因为性格不和 尼尔森又赶走了亲人 男友的离去 使得尼尔森再次感受到了孤独的恐惧 他用各种方法来克服这种恐惧 直到一年半之后 他开始了杀戮 1978年底 33岁的尼尔森在酒吧认识了一名年轻男子 他把这名男子带到家里继续喝酒 然后两人上床睡觉 醒来后 尼尔森意识到他的新朋友即将离开 并用领带将其泪晕 再把他的头按在装满水的塑料桶里 活活淹死 这样 这名新朋友就永远不会离开他了 尼尔森将尸体扛进浴室 给他洗了澡 然后抚摸着还有余温的尸体 他很满足 因为今年的圣诞节 有人陪他过 他尝试与尸体发生关系 但体验不到持续的快感 最后只好选择放弃 这几尸体陪了尼尔森很长时间 直到七个多月之后 尼尔森才捡起肢解烹饪 然后焚烧成骨灰 毁尸灭迹 在这所公寓 尼尔森一共杀害了12人 直到1981年 他搬到了新居卡莱利花园23号小楼 尼尔森的新公寓为他处理尸体 带来了很大困难 他锁住房子的阁楼部分 再也无法像以前一样用花园和地板来隐藏尸体 他只能将尸体切成小块后 用大锅烹煮 等到骨肉分离之后 把稍大的骨头扔进垃圾袋 丢弃到花园栅栏后的垃圾堆里 小的骨头或人肉则撒上食盐储藏起来 或者直接从厕所冲进下水道里 1983年2月初 一名警察水管道的工人 发现了水道里疑似人的尸块和骨头 选择了报警 1983年2月9日 警察在尼尔森的公寓将其逮捕 尼尔森对自己犯下的罪行供认不讳 他被判处了25年有期徒刑 后来又被追加为终身监警 2008年5月12日 尼尔森在狱中死亡 这名喜欢与尸体作伴的杀人狂魔 最终也成为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在尼尔森的杀人冬季中 最显著的一个特征 就是无法排前孤独 他不喜欢被人抛弃的滋味 他杀人是为了不让受害人离开自己 这与尼尔森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在尼尔森很小的时候 父亲便抛弃了他的母亲 六岁的时候 在尼尔森幼小的心中 占有重要位置的外祖父也离开了他 这让他无法成熟 接着母亲再婚生子 对尼尔森也无暇顾忌 更不可能抚平他的心理创伤 这让尼尔森体验到了一种被遗弃的感觉 尼尔森的童年是在孤独和无助中度过的 尼尔森所有的感情经历都是短暂的 他迫切地希望能拥有一段长久的感情 直到最后心里扭曲的他 选择了尸体的陪伴 所以尼尔森本质上是因为孤独而杀戮 他并不喜欢杀戮 只是害怕孤独 尼尔森所有的罪行都可以从他孤独的童年经历中找到一些线索 他对尸体的特殊情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的外祖父 尼尔森对外祖父有着很深的感情 6岁那年 外祖父去世 母亲在他猝不及防的情况下 带着他看到了外祖父的尸体 这给了他巨大的精神打击 同时 一种对尸体的特殊情感也开始在心里萌芽了 直到后来 他对外祖父的感情映射到了尸体上 尸体能够带给他安全感 像他小时候的外祖父一样 大多数小孩子都是被尼尔森淹死的 这与尼尔森八岁时差点被淹死在海里的经历有关 当时那个救他的男孩子 沉醉着失去知觉的尼尔森手营 后来尼尔森也同样把这些手法复制到尸体身上 正是这些不幸的童年经历造就了日后冷酷的杀人炼尸狂魔